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品价格基本上都在100元以内 性价比也很高 像口红这样的产品啊 出了名是加价倍率很高的 大牌加价10倍是常态 但完美日记只有3倍 正是高质量和高性价比 让完美日记用户口碑很好 传播度也高 它的成绩有多夸张呢 它在2018年2019年都是天猫双十一的彩妆内幕第一名 2019年的年销售额在30亿左右 它在天猫的粉丝超过了1000万 同品类当中粉丝比它更法国的欧莱雅 而且都是历史悠久的国际大牌 要知道啊 亚斯兰代已经成立73年了 欧莱雅更是112年的品牌 为什么完美日记这家公司的成长如此之快呢 我想带你看三个细节 或许能从中窥见它快速崛起的秘密 同时这也是完美日记不同于传统公司的三个核心打法 我要带你看的第一个细节是 完美日记的员工超过1000人 平均年龄只有24岁 80%以上是95后 这个数字放到任何一家公司都很惊人 几乎是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力的一家公司 完成了化妆品行业最快速的成长 这就是它第一个打法 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按说啊 要进入一个百亿规模的市场 对手动不动就是活了180年的老玩家 怎么也该给管理团队配置相当比例的老江湖才对啊 但在完美日记 除了创始人欧以外 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 连核心岗位上都是 为什么这家公司如此的年轻呢 完美日记的态度是 反正他们做的都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不如就让年轻人去探索 他们学习能力强 反应速度快 有经验的人可能还带着过去的包袱 反而不容易做出成绩 那完美日记的年轻团队 要做什么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呢 这就是完美日记的第二个核心打法 他们迭代出了一套运营新媒体内容的独家方法 这也涉及到我要带你看的第二个细节 2019年完美日记成立了一家MCN公司 来帮助其他新兴的化妆品公司做投放 MCN公司在行业里属于乙方 也就是帮其他品牌 在新媒体上跟时尚达人合作 来推广产品的服务型企业 你可能奇怪 就算发展的再快 比起老牌化妆品公司来说 他们也还没把自己的投放营销能力 开放给其他公司呢 因为完美日记的达人营销能力实在太强了 强到了可以外溢的程度 过去品牌都是外包出去 况且市场上还充斥着数据造假这些乱象 完美日记这样水平的投放服务 市场上没有人能提供 现在行业里很多品牌 也都在学习完美日记的做法 而这些经验 最早是他们的年轻团队自己摸索出来的 此外 从战略上考虑 完美日记也可以发现 有投资并购潜力的新品牌 或者把新品牌的商品放到自己的店里去卖 那这套运营新媒体内容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完美日记会紧跟最流行的新渠道 抓住平台成长期的红利 短短一年半 完美日记就抓住了小红书 抖音和淘宝直播 三次内容红利 现在完美日记又主要在经营 哔哩哔哩视频渠道 而且完美日记打的是一套完整的组合拳 在不同渠道上 会选择最匹配的投放方式 比如微博用户多 声量大 特别适合形象塑造 完美日记就会在微博上 重点宣传和大英博物馆的IP合作 而小红书则是最适合种草的平台 也就是帮消费者了解产品 做消费决策的地方 完美日记就会重点宣传他们的产品 具体怎么宣传的呢 我们以小红书为例 看看完美日记是怎么做的 不过完美日记几乎没有对外分享过具体方法 毕竟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 对他们虎视眈眈 为了搞清楚完美日记的具体策略 我和百官数据增长黑核 这两家数据分析公司一起 分析了他们的投放逻辑 我们发现完美日记在投放的时候 炮火非常集中 从时间节奏上来说 它会围绕双十一 六一八 这些大处的时间 提前一两个月做产品上 他们也会挑一两款有爆款前置的产品 重点投放 小红书上一共有十二万篇 跟完美日记相关的笔记 80%都集中在眼影和口红 比如十二色动物眼影盘等单品 因为这些爆款一旦打造成功 会给品牌贡献大部分的销售 还能带动其他产品的销量 而关于触达新用户 完美日记也有自己的打法 它不是简单的请明星大号带货 而是用一个金色塔形的矩阵 还原了用户的整个跟风路径 比如他会请一些明星 大V作为头部用户 用来吸引眼球 像欧阳娜娜给完美日记的种草 就收获了几万个点赞 紧接着 完美日记会邀请一些腰部的达人 来试用产品 其他品牌喜欢跟粉丝多的达人合作 但完美日记不一样 他更喜欢粉丝只有5000到50000的初级达人 但会靠数量取胜 造出生人的特点 深度参与定制的内容 有了头部和腰部 最后再引导基础用户产出买家秀 跟风晒出自己的使用体验 营造出很多人在用的声势 这一系列运营新媒体的经验 都是这个年轻的团队自己摸索出来的 而且完美日记的产品上新迭代很快 多的时候一个月会上新接近30款新品 每次上新确定好主推款 上面的循环就重复发生一次 一次次营销和产品的紧密结合 让更多人种草这个国货品牌 给公司打开了更高的天花板 完美日记第三个核心打法 它有意拉近和用户的关系 做贴身的运营 贴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给你说第三个细节 我讲一次亲身的体验 我在完美日记的线下店 发现了一个二维码 你肯定跟我当时一样 以为是官方 居然是一个叫小丸子的个人微信号 其实你就算关注了官方微信 它也会引导你去加小丸子 作为投资人 我很吃惊 这意味着完美日记 跟用户的连接深度 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用户的你 感受到的是 微信里多了一个 爱发彩妆朋友圈的女生 小丸子 她被定位成你身边的专业美妆顾问 团队像真人一样 在运营这个IP 她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是机器人 她发的每一个美妆视频和照片 都是真人出镜 完美日记有个一百多人的团队 运营了上千个小丸子账号 和数百万用户直接连接 这个团队还在快速扩大 为了支撑这件事 完美日记干脆自己 开发了一套微信管理系统 不仅能直接给用户推新品 发美妆视频 还能做市场调研 方便产品迭代 这也极大的延长了用户的深度 用户接触的公司 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用户对于品牌来说 都是一个模糊的用户画像 现在品牌啊 也最多在你的朋友圈里打个广告 点进去还是统一的电商页面 而完美日记 打进了每个用户的朋友圈 她能真实的看到 自己的用户是怎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她对用户的理解程度 肯定是超过传统品牌的 完美日记的成长 紧扣了我对2019年消费产业的观察 那就是新内容 新用户 新组织 这个逻辑你会在课程里不断听到 我会用不同行业的案例 带你加深理解 也通过这个逻辑 我们给出了这节课开始的榜单评定 新内容 完美日记用超越行业的高效率投放 完赚的新内容 五颗星 新用户 完美日记紧紧抓住了年轻用户 再加上最深度的用户连接 五颗星 供应链容易获取 所以产品的壁垒不高 三颗星 新组织 用最年轻的员工 抓住了时代的变化 实现了快速崛起 这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 五颗星 最后 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你关注到过什么样新崛起的化妆品品牌吗 或者其他行业的新品牌 它们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讨论 下一讲 我会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化妆品行业 我想跟你讨论 化妆品行业未来可能的